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U20男族 在今天晚上进行的这场与韩国队的比赛 可以说在赛前大家就已经有所预料了 那么比赛的结果有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美好 尽管说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 曾经与日本队打得非常的激烈 包括还战胜了卫冕冠军沙特队 最终拿到了出现权,打到了八桥 但是面对韩国队的情况可能要比面对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更加的艰难 在攻击线上我们的两大主力 陈哲轩和这个拜赫拉姆 因为黄牌停赛的问题 这场比赛是没有出场的 尽管说中国队的防线保持了足够的完整性 但是因为攻击线上少了这两名球员对对手防线的牵制 我们看到韩国队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进攻 中国队防线所面临的压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要远远比打沙特打日本的时候更加艰难 因为打日本打沙特的时候 中国队在前场运有这两大主力 再加上我们的主力前锋队长埃菲尔丁 可以说是牵制了对手不少的防守力量 那对手的防线向前推进的力度不是很大 这就使得他们中场和后防线有这个空档可以去让我们利用 但现在只靠一个艾菲尔丁的话 确实很难跟韩国队进行周旋 那不管怎么样吧 其实中国队在这一届压洲杯的表现已经是达到了人们的预期 起码打到八强这个成绩已经是超出了大家的期望了 不仅仅是中国球迷不看好中国队 其实我们的对手韩国队韩国的媒体 在展望这场比赛之前 甚至没有把中国队当成他们的一个潜在的对手 已经开始考虑四强的事情了 而且包括中国队在战胜沙特队之后 韩国的媒体依然是非常的狂妄和骄傲 觉得还是应该去重点准备日本和沙特这两个对手 中国队根本不足为惧 那么就这场比赛来看 有三个人的表现 可以说是让韩国媒体意识到 中国足球可能并不像他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弱 首先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中国队的队长埃菲尔丁 他在前场依然是拥有非常不错的这种拿球能力 即便面对韩国队的多人防守 还是能够把球稳稳的给拿住 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的实力 在中国同年龄当的球员里边 已经是鹤立鸡群了 让他担任队长 包括担任整个战术的核心 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防线上的 来自于浙江绿城的小叫刘浩然 那么刘浩帆 他的表现应该说也是非常出色 那么这场比赛 也是给了他不少表现的机会 那他的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的 身高达到1米85 体重也有78公斤 这种身高体型 加上他这个年龄 在U20这个阶段 哪怕是放眼世界 他的整体的身体素质 都能够算是平均线以上的 在亚洲更是顶级的身体素质 而且的话呢 作为一个南派中后卫啊 他脚下的技术非常的出色 还有一手定位球 投球攻门的功力 虽然说在这个体能上啊 的确是有一些问题 可能上下半场 尤其是到了75分钟之后的发挥 并不像前面的表现那么的稳定 但是整体来看他的水平还是比较不错的 最后的话呢 就是咱们的门将李浩了 那么李浩应该说 他在整届比赛的发挥 都是非常的出色 而在这届比赛之前 其实马德里竞技队已经将他签下 如今看来 这笔签约恐怕不仅仅看中的是 他是因为中国球员背后 有着比较大的市场价值 他在这届U20亚洲杯的表现 已经证明了他能够去到欧洲进行历练 哪怕没有办法在马德里竞技这样的豪门 担当主力 或者说是有一席之地 去到一些中下游的球队 依然是可以有所发挥的 所以说这三名群员 我觉得足以让韩国媒体 对于赛前的这种狂妄 稍稍的有一些忌惮吧 或许他们也是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 稍稍的方法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this channel 感谢观看